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邦室拍视频 我现在在看一辆第四代飞度Sport版的空间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它的车内 门板 这个抠手是一个封死的 然后这儿有一个背座 背座稍微有点小 就能放一个伞 可能放一些像什么矿泉水这样的水 然后坐进来 这个空袋座风口前方有一个这种背座 然后放一盘下面这就没有储物的空间了 然后进到这边一个很老式的一个收音机 然后挡板前方这有一个储物格子 可以当背座用 然后这有一个储物者 手刹下面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然后两侧有这种小的格子 在后面的话是有两个这种背座 然后副驾驶前方上面有一个盖板的盒子 然后下面是手套箱 储物挺大的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后排空间 坐进后排 前面是我的标准驾驶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排腿部 有一个瓶子这样的一个腿部空间比较宽敞 然后整个后排的话 它只有两个头枕 这一点的话 毕竟它是A零级 然后我们去后排看一下 在后排箱可以看到 它这个后排座椅是指支持整体放导 然后后排箱空间还是比较规整的 下面是它的这个换胎工具 然后下面有一条小的备胎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